早 你来干什么 又来找我爸诉苦啊 也是 你妈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一折奶奶肯定叫你滚蛋了吧 干吗 在瑜伽家吃了鞭 来 放手 这一巴掌 是我替我妈打的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一定加倍奉还 还有 高海这个爸爸我可以不要 我本来也没想要 但如果下一次 你再继续利用我妈 伤害我妈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以为吓唬我这次 我就会怕了吗 我告诉你你别惹我 我只是想提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不要试图采泪 那我也警告你 像你这种隐瞒实实的感情骗子 瑜伽是不会接受你的 瑜伽早晚有一天会看清你 回到我身边 瑜伽 瑜伽 说到这儿我还得谢谢你 跟你想得正好相反 瑜伽的奶奶 非但没有因为我妈的事 而生气 反而更加心疼我的处境 你的处心几率 只会让瑜伽更加舍不得 我看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 你还是老老实 你找人 啊 你我知了 我我知道 我看你 卉卉 你不是上班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你脸怎么了 这是谁打的 还能有谁 高洁 为了他 爸爸已经打过我一次了 现在他为了他妈妈 居然还上门来打我 我这时候 这辈子都没这么屈辱我 你爸爸居然为了高洁打你 太可恶了 这笔账我给他记下了 卉卉 你放心 妈妈绝对不会让你白白挨打的 我能想到的办法我都用上了 可是鱼之科高洁他们俩还是好好的 妈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真的是有点泄气 我到底哪点比不上高洁吗 卉卉 你如果决定离开瑞华 妈妈保证 你在别的公司会有更好的发展 可是如果你不甘心认输的话 你必须振作起来 你的软弱 会让别人更轻视你 妈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那好 妈妈今天送你去公司上班 我要让他们瑞华的人知道 你是吴小慈的女儿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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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